玩家每次打开米哈游的游戏都能看到一句话 技术宅拯救世界 这也是米哈游的使命 而对于我们而言 要真正实践这句话 就意味着我们每一款游戏都要带给玩家 在追求极致的道路上 我们从未停止过步伐 从崩坏3的3D全视角 卡通渲染和无限分支连招 到未定事件部的恋爱推理 再到原神的开放世界和策略战斗 我们在动作文字冒险和角色扮演领域 都进行了非常大胆的尝试 虽然说不同游戏类型的玩家也各不相同 但是我们非常高兴地看到 这些玩家对于我们探索的高度认可 同时还涌现出了很多的二创作品 还有玩家的社群 我们官方社群 现在已经有了超过2000万的粉丝 仅在YouTube平台上就有超过500万的订阅 来自世界各地的玩家 和我们一起在游戏的世界里冒险 创造 而这种互动的氛围 也是米哈游所珍惜的 2017年 崩坏3通过Google Play平台 来到了全球玩家面前 现在想来 这也是米哈游登陆全球舞台的重要节点 积极跟进使用Google Play 最丰富的平台功能 例如PlayPoints App Bundle 是我们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 玩家可以通过Play积分 在游戏里购买丰富的内容 Google PlayPoints 使我们的付费用户流程 提升了10%左右 我们可以明显看到 Google PlayPoints会员的付费比例 消费比例等整体数据表现都非常优秀 稳定维持在60% 甚至持续走高 App Bundle这样的智能分发技术 可以给玩家带来更好的下载体验 目前我们的游戏 就在使用Play Asset Delivery 配合游戏包体配置优化 整体的新注册用户 可以提升10%到15% 我们境外组有很多外籍员工 大家一起为游戏的本地化而努力 从画面、文案等基础内容 再到玩家喜好等细节的洞察 真正确保世界各地的玩家们 都能沉浸到米哈游的游戏世界里 在进行游戏推广时 我们除了自己的渠道 也会使用Google Play的LiveOps Card 让更多的玩家参与到游戏的活动中来 目前崩坏3未定事件部 原神均有在使用这个功能 我们通常会在每个游戏 有新的活动或者新角色的节点 配置并发布活动卡片 一来让既有的玩家及时了解这些内容更新 二来也能很好地吸引新玩家进来 拿原神来举例 每次发布卡片都可以额外带来 至少150%或更多的流量曝光 以及较为可观的安装量 且成效转化率均在16%以上 《技术宅拯救世界》的故事还在继续 原神去年拿下Google Play 年度全球最佳游戏的奖项 只是下一个篇章的开始 从2014年到2020年 你还有保持着将近每年100%的增长速度 并且积极地开拓全球业务 在中国、香港、日本、加拿大、韩国等国家和地区 设立了分公司 并计划在美国及新加坡进行布局 我们期待着越来越多的小伙伴 加入到这个很热血、很自由、很极致的团队当中 和我们一起创造新的故事、新的冒险、新的世界